來看一下,其實基本上他要的就是剛剛講的 總共第一個,當然你們第一個就是要先了解一下他的這個題目需求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他這邊就資料 所以把資料你可以把它打開來,大概知道一下 然後呢,或者你可以用JsonEdit看一下 不過我剛剛稍微弄一下,我發現他的資料有縮短 他本來好像不只73筆資料,可能是因為考試的時候 他原來好像是幾百筆吧 那可能考試的時候呢,這個RUN的資料太多 可能會太浪費,所以後來他把它砍掉了 所以我剛剛RUN完我發現,有一些資料其實是不存在的 哪一些不存在呢? 像底下我發現他好像從那個,這個底下有一些學校都不在這個清單裡面 好,那首先的話呢,我們怎麼做 第一步呢,要先把這個資料把它扒取下來 所以扒取下來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啦,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兩個模組,前面用過 第一個的話呢,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Import,還記得吧 所以呢,我們開頭的話呢,請你Import兩個模組 一個是Request Request的話,反正以後你只要抓網路資料的話 你第一個就要想到用Request 那第二個的話,因為它是一個Json的檔案 所以呢,我們會用到Json的這兩個模組 OK,這兩個是最重要的 一個是抓網路資料 一個是,如果它是Json的檔案的話 或者是Json的格式的資料的話 那我們就Json來處理 那如果它是一個檔案,那就用JsonLaw 那如果是網路上抓下來的東西 那就JsonLaw加S 前面有講過 那首先的話,我們先用Request去抓什麼 抓網路資料 在這個部分,我們前面有講過 就是說呢,我們先用什麼呢 先產生一個物件叫HTML 代表什麼呢,Request.get 後面的話呢,就是給它一個這個字串 那字串就是網址啦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網址把它貼過來 這個網址的話呢,我們可以從這個題目 其實題目,這個有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Ctrl-C 然後呢,直接貼到這邊 所以以後網址就這樣貼就可以了 Request.get,然後把它貼上去 這樣就OK了 那抓下來的東西呢 它就會幫你存在HTML這個物件裡面 那裡面的所有資料 你可以用一個屬性要點test 它所有資料都在裡面 那為了要能夠把它漏進來 那我們可以用什麼 後面的話可以用一個 一個 因為它外面是一個串列 所以呢,我們可以建一個 例子1 等於什麼呢 等於 有沒有 後面的話呢,就是HTML 把那個漏進來的話 所以特別注意喔 要把一個json漏到那個 因為它本身外面是個串列嘛 所以我物件名稱 我的變數名稱習慣就是 反正它是 它的外面先 如果是先是串列 我中瓜糊的話 那我用list 那如果是大瓜糊的話呢 我就用字典 我用dict OK 那個名稱的話其實 有時候比較偷懶 有沒有 第一次用1 第二次用2 第三次用3 這樣我覺得蠻懶人的 我以前還會想說 到底這個是什麼名稱 還會特別去取個名稱 後來我想說取名稱 還會花很多力氣 所以後來乾脆算了 1、2、3、4最簡單的 那藍數的話 我用A、B、C、D、E這樣最簡單 所以 當然不是說這種 這種方式 不是說唯一的 如果你有更好的 更簡單 你能夠更好理解的 沒關係,你可以再改 沒關係 那我們要把它抓過來 那怎麼抓呢 這個上次有講過 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Json 這個模組有沒有 然後你點一下 特別是 如果是網路資料的話 一定是 Json Law 加什麼 S 如果是網路抓下來 之後要載進來的話 那一定是 Json Law 但是如果你是讀檔案的話 那就是 Json Law 沒有S 這個上一次有講到 那我們 就把HTML 這個物件 裡面所帶的一個屬性 叫Texon 也就是說 把裡面的資料 都幫我Load進來 Load到哪裡呢 Load到這裡 OK 所以 讀進來的話 就會 把它丟到List1裡面 那List1裡面呢 實際上 就是 等同把什麼呢 把這個 我用這個來解釋 把這個array 這個array其實就是一個 串列 把這個 這個東西呢 丟到List1裡面 所以那個List1裡面的話 理論上呢 就會有73筆記錄 但是裡面的記錄呢 一定都是一個一個的什麼 一個一個的字典 所以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我是建議 如果你不太熟悉這部分 你底下的話 可以先怎麼樣 先把它print一下 比如說你不太知道說 到底有沒有讀進 或者有沒有失敗 你可以在底下加一行 先把它print一下 如果有成功的話 再往前推進 但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你就再檢查一下 連線是否失敗 OK 比如這個地方print一下 看一下這個地方結果 你可以print一下 看到了 有 有沒有這個東西 就是中瓜糊 那中瓜糊最上面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在網頁上 看到的這些資料 有沒有 從這邊 從這邊開始 有沒有 然後到底下這邊 就是這些資料 一模一樣 有沒有 它就等於是roll到 那個List1裡面 OK 好 順便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這邊打個CLS CLS 就是清空這個畫面東西 它就清空了 它就清空了 不然有時候你print的東西 你不知道前面還有一些舊的 你不知道是不是 你原來你輸出的這個資料 的一部分 好 那OK之後的話呢 我們繼續來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要針對它做什麼 做解析 要怎麼解析呢 我要把它這個什麼呢 它這個List裡面的所有每一個 特別說每一個 一個一個 這個地方只能用73個 那如果我要每一個的話 我們用for each的方法 前面一點 for each 裡面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的什麼 有沒有 大瓜糊 它是字典 所以呢我的取名稱就是 習慣是這樣 for each 謝謝怎樣 for each DICT1 在這個List裡面 所以它就一個一個 幫我丟過來 丟到DICT1裡面 那我要的資料呢 基本上 我只要後面的部分 因為它這個資料裡面 包含Key跟Value 有沒有 前面是Key嘛 後面是Value 那我前面跟各位講過嘛 我只要它的Value 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用什麼 來用DICT1裡面的Values 取得後面的資料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就再加一行 把DICT1 這個 這個裡面的字典裡面的Values Values指的就是後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幫我把它抓到什麼 抓到List2裡面 記得要轉型 這個前面有講過 然後呢 所以呢 轉到List2裡面的東西呢 基本上就是這些 後面這些 冒畫後面這些 這是D0 這是D1 這個是D1 這邊的話還是D1 一直類推 那總共一直 因為總共有73個嘛 所以編畫應該 編到72 0到72 那這些資料的話呢 就是沒有Key 只有Value 那這些資料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處理呢 我們只要什麼呢 只要那個 我剛剛講過的 Name 名稱 Address 所以這個是2345 然後8 所以 我只要它那個Index 就是它的那個藍數 是23458的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再利用List2裡面的 有沒有 我要輸出嘛 那輸出的結果 基本上 假如是23458的部分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 可以再利用什麼 Print 假設我們前面用的是 比如說 豆點的話 它因為這個最後是要Enter 我們先 假設是2345 你可以怎麼 總共五個嘛 所以你就是什麼 給五個大瓜瓜 假設我們如果跟 假設輸出的是CSV的話 前面用過 然後後面的話呢 我們可以怎麼 再點Format 那一樣 我們就是23458 那你就是 前面有五個 大瓜瓜 那你後面理論上 就是有五個 我們要的藍數 所以呢 後面的話你就是什麼 再把 第12裡面的第幾藍呢 第2藍 然後豆點 然後2345 所以你可以 把這邊 習慣是把它先複製一下 總共五個藍位 然後就分別把它填上去 23458 OK 那這樣理論上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先Get到了 OK 然後呢 就丟到前面的這個格式 那Print看看 結果OK Print一下 欸有了 有沒有 但是呢 跟我們要的那個結果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要的是什麼 它要的格式 不是豆點 它要這個題目 要的格式是Enter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改成什麼 Enter 那改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 而且它好像 這個不只En 所以第一步啦 還有前面這個名稱 有沒有 它還有這個東西 再變成說呢 我第一個可以先把它 豆點改成Enter 有沒有 反斜線N嘛 有沒有 然後就跟前面一樣 反斜線N 就這樣嘛 換行 就是不要讓它接在一起 其實這個只是格式的問題 這個自己再改 然後 最後 記得再加一個反斜線N 因為呢 好像它那個 資料跟資料 中間要兩個換行 那Printer本身會有一個 那你再加一個 就兩個 我們來試試看 Printer一下 欸看一下 有沒有 欸有了 有沒有 中間會多一個 主要這邊 這個齁 最後這個呢 實際上就是這個 這個換行 那你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它本身 這邊有一個呢 這個意思喔 因為Printer本身會帶一個 所以你如果再加一個 那變成兩個 那就剛剛好 那如果你沒有變成它中間 就不會空行 那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它前面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名稱 所以那個名稱的部分 你也可以什麼 把這些呢 把它Ctrl-C 然後Ctrl-V的話 就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前面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名稱嘛 那第二個的話是地址 一種類推 就是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那個大瓜湖的前面 那如果你Printer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就會多一個什麼 名稱什麼 地址什麼 反正就照那個 它的格式嘛 你看到格式有什麼 你就貼 要記得貼的位置喔 貼在哪裡呢 貼在這個大瓜湖的前面 先換行之後 再給它的名稱 然後呢 網站一樣 最後就是更新資料 所以在大瓜湖前面 再加這個東西 反正就是 其實也是你看到什麼 你就加什麼就對了 OK 就是按照同那個邏輯 我是覺得這個 還蠻直覺的啦 OK 執行一下 有了 有沒有 這些都有了 名稱是這個 地址 電話 網站 跟更新時間 那這個資料好像比較舊 2018 現在已經2022了 OK 那 可最後還有一個部分 什麼呢 就是 它前面好像需要一個標題 這邊有個什麼 新北市大專業名單 然後換行 所以呢 請你在printr的上方 最上面這邊再加一個 printr 然後呢 裡面就給一個字串 新北市大專院校名單帽 然後記得喔 換行 因為它要兩個換行 printr本身一個換行 它要再多一個換行 所以最後 會得到兩個換行 OK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輸出的結果 就是 printr本身一個 這邊一個換行 這個是printr本身的 然後呢 這邊呢 再加一個printr 所以這樣的話 會也是一樣 兩個換行 好 基本上 差不多了喔 最後再多一個 什麼呢 因為我們輸出的結果 你會發現喔 它不是只有大專院校 它裡面還有什麼呢 還有醫院 有沒有 還有一些什麼 救護大隊的資料 還有派出所 這些都不要 因為它最後有一個 它只要大專院校 那我怎麼知道它大專院 是不是大專院 是大專院校 才列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資料裡面的 哪一個地方是 形態 有沒有發現 type 它總共有九個欄位嘛 有沒有 然後其中的話呢 第二欄 它是type 然後type部分的話 比如說它這個是公所 然後這個是 type是附贈事務所 那我發現喔 大專院校有啦 不過好像蠻下面的 我一直 我真的把它每個點開 後來發現喔 好像在第29個才是大專院校 所以喔 我們需要下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如果喔 它的第二欄 是大專院校這個字串的話 那才把資料給帶出來 反之呢 就不要 那這個當然很簡單 方法很簡單 其實做一個邏輯判斷就好了 如果 它的第二欄 是大專院校這四個字的話 那就把資料帶出來 反之就跳過去就可以了 所以喔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只要加一行一幅就好了 所以一幅 第二欄的話 就是List中瓜虎一啦 就第二欄 裡面的資料呢 假如是大專院校 那再幫我 做底下的print動作 所以喔 所以最後的話 再加一行 加在哪裡 記得加在printer的上方 printer 所以printer這個還蠻 printer的上方 加一個什麼呢 這個底下 註解的把它拿掉 如果 如果 所以呢 請你再printer enter一下 然後一附 List2裡面的第一欄 當然你也可以用DICT 用GET也可以啦 只是說 我自己習慣喔 算第幾欄 那第二欄就1嘛 從0開始嘛 1 裡面的資料等於什麼呢 等於大專院校 這四個字的話 所以呢 大專院校 我用code 比較不會錯 Ctrl C 然後呢 Ctrl V 大專院校的話 後面加一個帽號 記得喔 這個比較的話 一定是兩個等號 不過在VBA裡面 一個等號啦 所以常常搞的問題 比對 兩邊一路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呢 才去做底下的事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這個print本身喔 它是下一階 也就是說呢 當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才錯 所以記得要按個Tab鍵 好 這樣就完成了 OK 如果 它的 第二欄 是 大專院 第二欄 就是Type啦 或者如果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Gate Type Gate的那個 瓜糊Type 或者是中瓜糊Type 也可以啦 然後呢 就 才去輸出我們要的資料 所以呢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剛剛是全部 73筆都出來 那這個地方如果增加一個邏輯判斷之後 我剛剛看了一下 執行 欸 這個時候呢 只有1 2 3 那跟那個題目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我看 剛剛看了一下 那個題 這個四題裡面喔 它除1 2 3 還有四 一直底下 我不知道它那個書裡面有沒有更新 因為它等於是網路上面的資料 要把它縮短了 砍掉了 但是 我不知道它新版也沒有把它跟著砍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下面這些都沒有才對啦 應該只有 1 1 2 3 那底下這些應該都沒有才對 這樣才正確 我剛剛看一下 好像沒有底下這些資料 這些好像都多的 OK 所以理論上 會輸出1 2 3就OK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那最後的程式其實也相當 相當的簡短 總共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我把這個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Ctrl-減 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的話 就是 Input兩個 這個模組 其中 GET的話 是GET這個網址 然後再利用 Json的這個 Json Loss 把它錄進來 錄到一個List1裡面 再來的話呢 就是 用一個回圈 去把這個 這個 串列裡面的所有字典 通通 GET出來 然後並且做切割 OK 然後切割之後的話呢 分別抓 2 3 4 這寫錯了 應該是23458才對 23458 的那個 Index 所影值 然後呢 把它的籃抓出來之後 做輸出 所以理論上應該這樣OK了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看到結果應該是 對 新北市大頓要名單 控兩行 然後呢 總共五個欄位 OK 分別是名稱 地址 電話跟網站 還有更新日期 然後再換兩行 然後換下一個 再換下一個 這樣子 就完成了 OK 所以如果假設 考試如果 假設 如果你 遇到這一題的話 那就可以 把它這樣解 可是跟各位講 前面講過的部分 它這個題目有標準答案 所以 你如果用我剛剛寫的方法 可能你還是要轉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我要把我剛剛寫的 這個程式 一樣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 那個解答部分 解答的話 你可以參考 解答的部分 應該是在 第22頁的地方 22頁的地方 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那當然如果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 方法之外 底下有一個 所謂的 標準答案 考試的話 就是填空體 那填的話 就填黃色的資料 黃色區域 其實就是你要填的 其實 結果也會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那個寫法 跟我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是它這個地方 它的 它用的方法是 字典的key 用key去取value ok 也是可以 只是我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用key取value 也是ok的 可是你會發現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它的層次長度會比較多一些些 有沒有 第二個 它用了format 有沒有 我用format 但是它用這個百分比符號 百分比符號 也是一種格式化的方法 所以在Python 至少有兩種的格式化方法 一種是用百分比 一種是用format 但是我看官方的說明裡面 它是比較希望 prefer用這個format的方法 反而用這種百分比的方式 它覺得比較不ok 當我自己用起來 我也覺得format 好像會比較人性化一些些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直接把格式先放一邊 然後資料再擺進去 那跟這種方式比起來的話 我會覺得format會比較 寫起來比較順手 ok 你們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試試看 這一題部分 所以總共 資料非常非常多 它怎麼format 會有效能嗎 你是說那個 什麼效能問題嗎 對 如果資料非常非常多 其實如果有效能問題的話 這個也會有效能問題 因為它其實說真的 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東西 它只是說把資料 做一個格式化的動作而已 所以你說效能 應該會有 即便有差的話 也都是百萬分之一秒吧 那是微乎其微的差異 我是沒有真的去算 不然我目前沒有遇到這種問題 ok 應該這個可以忽略 所以不計沒有關係 ok 試試看 這個我想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22頁 那標準答案的話 會是在第22頁的下方 那兩個各位可以比較一下 因為其實Python說真的 他寫法還蠻多元的 但是麻煩的地方 就是他寫法很多 那當然不是說叫你每個都要學 我是覺得你可以挑一個 你自己比較習慣的方法 就夠了啦 說真的 你不要一下學太多 然後最後每個都學得不輕 反而會是大問題 反而很多人 程式就是一直強迫自己 要記這個 記那個 記大堆 最後要用的時候 不知道用哪一個比較好 所以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盡量 如果可以的話 把我剛剛講的邏輯寫出來 就很厲害了 你會發現寫出來程式真的不多 其實就是大概10行而已啦 甚至可以把這個註解拿掉 其實就9行而已 我如果不換行的話 其實就8行啦 所以其實 total 就是8行程式 就可以把剛剛的問題搞定了 OK 其實我覺得還蠻 怎麼講 這個其實就是很順的 按照自己 看到邏輯 去把程式寫出來 那其實很多地方都一樣 只要你知道你到底要什麼 你其實程式就寫出來 那寫出來之後的話 第一個 效率絕對比 土法鏈鋼快太多了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 你做完一次之後 你下一次就不用再土法鏈鋼了 不然的話 我發現很多人每天在Ctrl C Ctrl V 然後資料又更新了 下一次又C Ctrl C Ctrl V 然後每天都在C Ctrl C Ctrl V 我說你沒有別的方法了嗎 對不對 所以 尤其資料量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絕對不是好方法 而且這個年代了 如果你還在古代的話 那可以沒關係 慢慢C Ctrl V 因為其實以前那還蠻單純的 資料很少 但是現在資料量產生的速度在 快到一個 而且 這個有些東西 你如果不用程式說真的要解決問題 還真是大麻煩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